不开玩笑了 这里是1335144090 欢迎您的收听 此次要给大家讲述的就是 白虎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可能在此刻已经有很多朋友 已经开始百度了 那么百度上显示的肯定就是说 白虎克服 然后要青龙才能想得住 想得住 那么你告诉我宝贝是这样的吗 那么从科学的解释方法来说呢 就是说 呃 男性身上是基于这个阳性 而女性身上呢 是基于阴性 那么也就是说 男性身上如果说阳性激素过于分泌过旺的话 它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会产生身体长很多毛 甚至这个毛能够从这个胸部延伸到下面 那么女性身上呢 如果说是阴性激素过于分泌过旺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五毛 甚至就是这个身体内 它不怎么长毛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解释方法 并不是你们所谓的什么客服 想不住怎么怎么样的 想不想得住 那是你的肾说了才算 第一 可能就是说你不享受这个性 第二呢 就是说 你肾不好 第三 可能有点冷淡哦 哥哥你记得要去看一下医生哦 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的比例呢 白虎是特别少的一个罕见的 如果是天生的话 像我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罕见的哟 哥哥 所以你看到我一定会中彩票的宝贝 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试一下的话 那你可能会忘死你的哟 因为两个字 三个字 你猜 是什么字 那么如果想要知道 呃 器官上的不同呢 请收看下一集 记得点我的关注哟 嗯哼 谢谢三个萌萌达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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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